樓市受壓 多個老牌屋苑造價逐步下市心理關口 8月有多餘一成業主減價的九龍灣得寶花園 一個沿途側一房單位最新削至450萬元沽出 樓價短短約一週急駛10% 向可乘造九成按揭的400萬元心理關口進發 荃灣陸陽新村兩房戶受家液下調至600萬元關 代理稱短期有機會跌穿生理關口 利家閣地產聯席董事駱宏中指 德寶花園G座中低層7室 實用面積282呎 沿途側一房改兩房戶 今年6月年租約要價約530萬元 7月再減至490萬元依然未獲承接 直至8月30日進一步調低至450萬 翌日中獲買家測450萬元承接 赤價15957元 價8月下旬居屋苑同類面積單位售價500萬元 短短約一週回落50萬元 原業主2014年已約300萬元買入 賬面獲利150萬元指贈離場 霸雲中說 德寶花園上約58個幅馬賣放盤 本量需於8月初相約 為叫價也逐步回軟跡象 其中8個放盤叫價已於8月下調3至5% 令屋苑至今叫價低於500萬元 放盤增至約11個 包括入場單位D座高層8室沿途側一房戶 實用面積265呎 最新調低叫價至458萬元 較8月開價478萬元-20萬元 進一步向400萬元關口進發 另一邊商 中原地產高級分行經理王一峰表示 受累香港運動影響及中美貿易戰開打 最近很多長線投資者沽貨離場 陸陽新村D座中層7室 實用面積445呎 兩房間隔 原用作收租 大綱以630萬元售出 赤價14157元 較今年7月和面積單位造價710萬元 大跌80萬 上上市放不穩 各屋院短期有機會下市600萬元或以下低位 原業主2013年以418萬元買入 約6年 賬免賺約212萬元 事實上 沙田指標屋苑沙田第一城 樓價早已重回500萬元 短期內恐視4至頭水平 世紀21期封助理區域營業董事周淑評說 39座中層B室 實用面積284呎 兩房間隔 原價560萬元 中減至500萬元售出 車價17606元 撇除內部轉讓及空宅或空宅同層成交 造價已重返今年初水平 同層比輪A室和面積兩房 今年5月造價達590萬元 積緊約4個月同層單位跌90萬元 原業主2014年以350萬元買入 賬免賺150萬元 另外長億地產高級客戶經理古文斌青 屯門新屯門中心5座高層D室 實用面積501呎 兩房間隔 坐向東北 中修旗里 開價590萬元 短短兩日即派至538萬元沽出 赤價10739元 舊開價低52萬元 同面積單位造價595萬元低57萬元 原業主2011年以198萬元買入 場面賺340萬元